今年是1969年513事件的55周年 那么为了纪念和缅怀513事件 龙雪历史与文化资产支友协会 同心公民协会等6个团体 连办513事件公祭仪式 那么这一个纪念仪式的主题是 把记忆留住 公祭仪式将会在5月18号 这个星期六早上的9点在双西卯诺513牧园举行 主办方欢迎遇难者的家属 后裔公众人士踊跃的出席 好到时候将会进行献花仪式 除了主宾和工委会代表献花圈 也将会邀请在场的人 自由地为每个墓碑献花 来缅怀当年无辜的遇难者 另外伊斯兰佛教、印度教、道教、基督教 天主教等各大宗教的宗教师 受邀进行个别的宗教祈祷和膜拜仪式 以便葬在这个墓园的一百多位 当年的遇难者得以安息